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人生的命运波澜不定 世界变化总是千变万化 我们无法逃避 只能承受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Face Tinker有一个很有名的法则 名为Face Tinker法则 生活中10% 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 而另外的90% 则是由于你对所发生事情 如何反应所决定 生活中有10%的事情 是我们无法掌控的 而另外90%的 却都是我们能掌控的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 生命无常 有些事付出再多 也总难以如愿 也许心中愤满之鱼 你会愿命运不济 老天不公 会愿人心叵测 自己太傻 到今天 叶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叶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 因你们而精彩 到头来才发现 所有的愿怼 不仅于事无补 还会加深苦难 抱怨是一种毒药 它会摧毁你的意志 削减你的热情 干扰你的生活 影响你的人际关系 与其抱怨命运 不如改变命运 与其抱怨生活 不如改善生活 人活着 无需抱怨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抱怨是苦难的开始 又节约 忧则天下皆宅 愿则到处为仇 抱怨会带来灾难 在隋书上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 隋朝大将赫若毕的父亲 是当年著名的 北朝大将赫若敦 赫若敦立下大功 却对朝廷的赏赐不公 而心怀不满 时常出口怨言 结果被人抓住了把柄 皇帝震怒 最后逼令他自杀 临死前 赫若敦对儿子说 我因口舌而死 你不能不记住 接着拿起锥子 将儿子的舌头刺出血来 以此告诫他 慎口少说 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 无常见友朋中 牢骚太甚者 其后必多异色 抱怨之人 日后命运必多坎坷 因为他不会自我反思 也在抱怨中 让人静而远之 提升不了自己 又改善不了人际关系 苦难自始相随 人生在世 也许会遇到很多不顺心的事 但自愿自义 改变不了什么 人这一辈子 苦难都有定数 上天的磨炼 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 生活对人 没有轻松可言 有的只是无畏的精神 和可以战胜苦难的勇气 不要抱怨生活的苦 那是你走向成功的路 抱怨是苦难的开始 每一场风雨 都是一次上天对你的历练 风雨再大 也会迎来雨过天晴 生活再苦 也会等到苦尽甘来 路再难 也得走 生活再苦 也得扛 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 只有放不下的心 再大的苦 都不值得我们耗费精力去抱怨 活着别抱怨 生活没那么差 六祖谈经 一切福田不离方寸 从心而觅 感无不通 事件纷扰 皆是由方寸心田而起 审视内心 就会发现 生活其实很顺利 烦恼没有那么多 有一则古老的预言 是这样讲的 有个年轻的农夫 要向另一个村子 运送自己的农产品 他划着小船而去 突然发现 不远处 正有艘小船 迎面向自己快速驶来 让开 快让开 你会不会划船 农夫朝着对面的小船怒吼 再不让开 你就要撞上我了 可惜 那只船 还是重重地撞上了他的船 农夫愤怒地斥责喝马 愿他不长眼睛 可是当他怒目 审视对方小船时 他才惊讶地发现 这竟是一只空船 责难和怒吼的听众 也许不过是一只空船 那个一再惹怒你的人 不会因你的抱怨和斥责 而改变他的航向 避免不幸地发声 带靠自己改变 生活 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苦 所有的抱怨 转念一想 倾刻便能化为乌有 无故而游天 则天不必许 无故而游人 则人不必服 所有的怨天游人 都不会让你随心所愿 所以人活着 别抱怨 你以为的苦 都是一念之差产生的 没有示弱 只有辛苦 生活苦乐 从心遮掩 不吃苦 不懂甜 不遭磨难 不知人生安乐是福 所以别怕吃苦 别总抱怨 心态好 万事皆急 生活 好的得到了 坏的想通了 如此而已 活着无需抱怨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经云 菩萨未因 众生未果 因果既注定 抱怨也无用 有个年轻人 出生在一个富豪家庭 少年时代 无忧无虑 可就在他18岁的时候 因家族被迫害 而家道中落 这让他尝尽了 人生疾苦 而他也因此 变得易怒暴躁 有一天 他路过一块农田 这里被一场洪水淹没 长势良好的庄稼 都被毁坏 一片狼藉 惨不忍睹 这不由得 让他想起了 自己的命运 这时 他竟发现 还有在劳作的农夫 好奇之下 走近看 原来那农夫 正在补种庄稼 他干得非常卖力 脸上看不到 一点沮丧的神情 庄稼都成这样了 你不生气吗 他好奇地问 抱怨解决不了问题 这都是老天安排好的 你看 洪水虽然毁了我的庄稼 但也给这片地 带来了丰富的养料 我敢保证 今年一定是个丰收年 说完 农夫哈哈大笑 听完 年轻人心里的 不快与抱怨 都化为了乌有 抱怨是没有用的 唯一的办法 就是努力去改变 生活一切 皆有天意 福祸都随缘 苦难和福报 都是我们自己 种下的因 所以无需抱怨 一帆风顺的不是人生 风风雨雨 才能拥有更美的生活 生活的苦 都是来日的福 俄国著名作家 吉克夫教导我们说 如果你手上扎了一根刺 那你应该高兴才是 幸亏不是扎在眼睛里 抱怨和后悔 都是无用功 你若恨 生活哪里都可恨 你若爱 人生处处都美满 人啊 不是世界选择了你 而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 你的看法 决定了你的活法 六子谈经有言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人生真正的修行 不是紧盯别人的过失 而是实时反观自己的言行 这样的人 即使是非加深 也终会化险为夷 活着无需抱怨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生活再苦再累 也会迎来明天的曙光 我相信 老天不会亏待如此 努力善良的你 俗话说 车到山前必有路 只要有突破困境的愿望 改变抱怨的态度 积极地去做 当下应该做的事情 那么就一定能 突破困难 继续向追求的目标前进 让我们下定决心 丢掉抱怨的恶习吧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